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使用沙利沃斯繪製出虎箭出來 這次的虎箭會透過組合鍵的方式 組合成一個像螺絲、螺帽的樣子 我們透過這個組合鍵去旋轉 來達到移動這個組合鍵移動作的功能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那這邊呢做法會比較特殊一點 那這裡所建立的虎箭呢 會使用多本體的技術把它做出來 那中間螺桿的地方呢 是使用參數螺紋篇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運用數學式呢做出螺紋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 等下後續都會有詳細的解說 這邊呢先給大家看一段動畫 大致上呢會做出這樣的形式出來 那未來這個檔案呢 也會運用在三義列印把它製作出來 來驗證一下 到底我們畫出來的檔案呢 做出來會不會有問題呢 那這裡呢就先讓大家了解跟學習囉 首先呢我們要先畫出虎箭的主體 那這裡呢所標註的尺寸以及外型呢 都是參考用的 那這裡有興趣的呢 你可以去做更改 那首先呢我們先做出生長填料 這裡呢先做出了底部的地方 那底部這裡呢我讓大家看一下它的編輯特徵 我們看到說這個地方呢是畫出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是多少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給它的是直徑是60的一個尺寸 那厚度呢我們來看一下是多少 這邊是5mm的一個厚度 畫完之後我們再做第二次的生長 那這裡呢我們要做出的這個主體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怎麼做出來的 是畫出一個這樣的矩形出來 那這裡呢所標註的是這樣 我們靠近左邊是10mm 右邊突出來5mm 然後高度是20mm 然後就出了一個兩側對稱的生長填料 那這邊呢所給它的尺寸呢是30 那給完之後呢我們再做第三個生長填料 那就是把這個地方 壺前面給它做出來 那我們就從這個草圖去做 繪製的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從最上層這裡 我們就出這樣的一個草圖出來 長度50寬度5 做完之後呢給它一個 生長填料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多少 這裡所給它的是12 那等一下所講的這些尺寸都是參考值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去更正它就可以了 來呢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做的什麼呢 我們從這個面 應該是前基準面這裡 畫出這樣一個斷面出來 這裡畫兩條線 這裡距離給它15 這邊是重合的 然後這個弧呢 半徑是30 畫完之後呢我們給它 直接的生長填料 那這邊呢 我讓它是沒有合併結果的 這邊是兩個實體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實體的第一個跟第二個 那這邊的用意在於說 我運用 除料的方式呢 單獨除掉這個地方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所繪製的草圖 是這樣子的 畫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參考 畫完之後做除料 除掉完之後做重合 那這裡所運用的是多本體的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多本體的技術 不是那麼的熟悉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放上一些參考的單元 做完之後我們再做一些圓角的修飾外型 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的生長 像虎前後面的一個敲擊台的地方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一樣留給各位參考 這邊我就不再另外多說 再來呢我們做出了這個圓孔的地方 那這裡呢讓大家看一下尺寸 這邊呢這個圓的直徑呢是47 然後這個洞呢是Y7的一個尺寸 然後做一個完全貫穿的一個動作 再來再做一個深長的動作 那這裡呢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也是運用多本體的技術 是沒有給它合併結果的 那這裡呢是怎麼繪製出來的呢 我們看一下草圖 這裡總長呢是120 然後距離右邊呢是20 然後距離最底部是2 距離最上部也是2 做完之後呢一樣做一個 兩側對稱的深長填料 然後記得不要合併結果 看一下兩側對稱的尺寸呢是25 做完之後呢再做其他的深長填料 那這邊我就是 快速的把它略過 因為這邊的尺寸呢基本上都是類似的 那這裡第二個 我們一樣再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這邊呢就要做大一點點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所給它的尺寸是這樣子 那再來呢 一開始這個地方呢也要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邊一樣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所做的形狀是這樣呢 它呢就是參考的 一開始前面的所繪製的這個 以用參考圖元把它做出來的 那做完之後呢 就得到這樣的外型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圓角的修飾 然後像這裡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做法跟前面是類似的 那這邊尺寸呢 就留給各位去嘗試它 我們最主要呢是要運用多本體 等一下要來做其他的輔助 那接下來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做除料 這裡除掉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裡面呢要把它放一個螺桿進去 那這邊我們除掉的尺寸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從這一端 這個面上呢 偏移一個2mm的一個尺寸 那底部呢是做重合的 那以這個方向呢把它切除掉 切除完之後它變成一個摸字型的 那這裡呢還要給它預留一點空間 那這邊基本上呢 我的厚度都是預留2mm 那這邊也是2mm的 做完之後一樣要做其他的除料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除料呢 就是本體的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我們就在這個面上呢 給它進入一個草圖 然後呢這邊我們給它偏移0.2 那是往外偏移的 偏移完之後呢 直接做一個除料的動作 那除料的地方呢就是本體這邊 從這個面除料到這個面 那這邊我們來看 這樣的話我們裡面就有一個空隙 這樣子呢可以來做一個組裝跟移動 那剩下的呢一樣去做除料的動作 這邊我會做的比較快一點 那第一個呢我們所除掉的是這個圓洞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放一個螺桿進來 這裡的尺寸呢是10.2 那再來一樣做這個地方的除料 那這裡的除料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這邊我們要做的呢就是一個 數學式的連結 我們來看到這邊 這邊是連結的一個數學式 那它所連結的是什麼呢 那這裡呢 數學式的地方 會建議你已經學會了參數的羅文篇 或是參數的羅帽篇 這樣呢我們來進入這裡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關於數學式呢我也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洞我們要給它的呢就是 D1 那D1我們就會直接把它算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預設是 M10×1.5的 所以會這樣把它算出這個 孔徑是多大的 做完之後呢直接做貫穿 貫穿完之後一樣是貫穿主體的這個地方 我們未來 等一下後面會再來去做它的 接下來呢一樣做伸長動作 把這個特徵把它做出來 像這裡一個小特徵 你也可以不要做的 那就看各位的需求 然後剩下的呢就是 一些圓角的修飾外型 或是倒角 這邊一樣留給各位去做嘗試 這樣子修飾它整個外型 那會建議你這個地方呢要做個倒角 這樣我們在組合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有干涉的問題 然後做到這裡呢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那剩下的就是我們要運用 多頻點的技術呢 把一些地方呢給刪除掉 那這邊呢就留給各位去嘗試嘍 今天我想來一點 古早味的三色昂骨粿 多少 接下來呢是移動作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是相當輕鬆的 因為我們在組體的時候 已經順便把這個移動作給畫出來 那畫完之後呢 第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令存心檔 把這個檔名呢儲存 是一個移動作的一個檔名 儲存完之後呢 我們就運用了一個多本體的技術 你可以把這個實體打開來 按下右鍵 把你不要的刪除掉 像這個 按右鍵之後這裡有一個刪除本體 直接刪除掉之後呢 這個本體就不見了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它就消失了 那我們所留下來的呢 就是一個實體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移動作 移動作做完之後呢 我們在側邊這裡再挖個洞 因為未來呢 我們會使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在這個螺桿的地方呢 需要有螺絲去鎖附 所以會預留這個孔位 可以做鎖附螺絲的一個工具 可以伸進去做鎖附的動作 那這裡呢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是一個長圓孔 那中心位置到底部是8 然後中心到側邊是17 寬度7 那兩個圓的中心距呢 是6 以這樣的形式做一個 完全貫穿的一個動作 來看一下這兩邊是貫穿的 那這樣大致上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移動作 那剩下的你可以在孔位做倒角 也可以不倒角 就看各位的需求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要做出螺桿以及手柄的地方 那這裡一開始我們預設呢 要先做出這個數學式的整體變數這裡 那所設定的是M10x1.5 然後總長度我讓它設定的是125 設定完之後其他 我們就直接去連結數值 那這邊這裡的做法呢 會跟參數的螺文篇是一樣的 所以在細節的地方 我是不會再多做說明 那如果是不了解或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參數的螺文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首先我們先畫出了一個圓 這個圓我們標註的是D 那D呢連結的深長填料是L 那就是直接畫出這樣的形狀 然後在最底部呢 做個倒角 倒完角之後呢 以最底部的面呢 做一個基準面 平移一個5mm的 然後以這個面呢 畫出一個D的一個外徑 那等於D的外徑呢 我們來做出螺旋線 那螺旋線的地方呢 在這個長度 我們把它設定的是L加5 然後在這個 螺距的地方給它等於P 那它就會自動連結出來 做出這個螺旋線 然後再做出了 我們需要的斷面 做一個掃除除料 然後它就會做出了一個真實的螺紋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它就做出了M10x1.5的螺紋出來 做完之後呢 我們從最上面 我們要做出一個頭的地方 這個頭的地方呢 我們要來放手柄用的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尺寸是多少 那這個圓呢 圓的圓徑呢 是15 那它的高度呢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15 所以是一個15x15的一個尺寸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要再做一個除料的動作 我們從前幾組面呢 畫出一個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一個圓呢 它的直徑是6.2 然後是在這條邊線的中線 然後呢 就是做兩側的貫穿除料 除料完之後呢 我們再做倒角 以及最底部的一個小圓洞的一個除料 這個小圓洞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組裝完之後呢 需要鎖附一根指附螺絲 讓它固定用的 那這裡有興趣的 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它的尺寸 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 所標注的它的圓心是22 然後它的外徑呢 是2.8 然後是中間這裡 做兩側貫穿 那這樣呢 我們就把虎鉗的這個 裸桿呢 給做完了 那剩下的手柄的地方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繪製的 那這裡呢 我所給它的是6.2 所以會建議你的這個外徑呢 畫成是 懷6的 6mm的 然後長度呢 依照各位的需求去做 然後兩邊再做一個 圓球型的一個旋轉的填料 那這邊剩下的讓各位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是一個多本體的處理 那我們在虎鉗的主體呢 還有一個地方還沒完成 就是這個 螺紋的地方 那這個螺紋呢 我們運用了我們剛所做的這個螺桿 來做輔助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我們要在兩側做一個導角 這樣會比較建議說 做導角 那這樣我們在螺紋在做的時候呢 螺絲比較好去鎖覆它 然後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運用多本體 我們從上方列的插入 這裡有一個零件 你打開來之後呢 選擇我們剛所繪製好的這個螺桿 那螺桿呢 畫好之後 你把它進來之後 它這裡會要你選擇一些 結合的方式 它就有點類似結合件 組合件的方式這樣 你可以做一個重合 以及它的距離 或是同軸心等等的 這邊細節讓大家去嘗試 那這裡呢 我們就大致上 把它組裝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邊都可以 只要是有螺紋的地方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這樣呢 用布林運算呢 直接把螺紋做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做成 布林運算 以這個主體呢 做一個主要的一個實體 然後呢 螺桿呢 是做我們剪除的本體 直接把它剪除掉 那我們就看到說 裡面呢 就做出了這個螺紋出來 是相當的方便的 那以這樣方式呢 就很輕鬆的把它做完了 那其他的呢 我們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 小細節的修飾 除掉或刀腳等等的 像這種形式 那這邊細節呢 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我們要做組裝的動作 那這裡首先我們把這個主體呢 把它放進來做固定 然後把這個移動作也放進來 那移動作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要去設定它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是設定了什麼呢 主要是一個寬度的結合 那像這裡 寬度結合呢 我讓它這兩個面 與這兩個面 做一個 置中的一個方式 我們從顏色可以看出來 第一個我選擇的是 主體的兩個面 再來我選擇的是 移動作兩個面 它就能做一個寬度的結合 以及這裡 上下也做寬度結合 用這種方式來組裝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軟體會自動幫我們 去做一個置中的動作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 主軸 那這邊就是螺桿 螺桿跟這個地方的重合 重合完之後 那其他剩下的呢 都是一些簡易的組裝方式 我就不再另外多做說明 最主要的呢 就是我們螺桿跟主體的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螺絲的固定 那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進來 這邊呢 是屬於一個機械的結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進來之後呢 一開始是標準結合 我們進入機械結合呢 選擇螺釘 那螺釘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兩個面 圓柱的面 或是選邊線 那我們把它選取起來之後呢 會看到這裡 我讓它設定呢 是一個距離以及圈數 代表說 我轉一圈 它的距離是1.5 那這邊就是 M10×1.5 螺距是1.5 所以我這樣的設定 那有時候呢 可能要做一個反轉的動作 我們就是做完之後呢 把它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看它的方向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是正確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形式 那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運用這個動畫的方式呢 把它計算出來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只要旋轉這個把手呢 這裡就會做 往前或往後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就很輕鬆的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對於這部分 你如果 還不了解這些其他的設定呢 你可以到 組合鍵的進階的組合 或者是 動畫的入門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關於這個虎拳的畫法呢 尺寸以及外型呢 都是參考用的 這邊呢 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外型 或是你想要的需求呢 去做更正 那這邊呢 就是讓大家去練習說 怎麼樣把這個虎拳的結構呢 給畫出來 以及說 這個畫的方式呢 是使用多本體的方式 那多本體的方式呢 就可以節省掉我們一些 我們在尋找公差 或是在設定的時候呢 尺寸參考等等的這些呢 會省下一些時間的 以及說這個檔案呢 我們未來會使用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 來去驗證說 這樣的虎拳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旋轉 而去做移動的動作呢 那這邊你如果對這個檔案 有興趣的呢 未來你如果看到一個虎拳的測試作品呢 你把它點進去 影片底下的說明呢 都會有下載連結 這樣我們就能得到檔案喔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拜拜